妳知道媽媽去工作都在做什麼嗎 不知道 我不知道 有些老闆可能需要媽媽的幫忙 然後媽媽都會幫忙 媽媽都幫個改內衣 都在幫別人做事情 媽媽在上班 上班在做什麼 打電腦 畫圖 打東西 不要太兇 妳不會跟爸爸說I love you嗎 不會 媽媽回來 媽媽從上班回來的時候會跟爸爸講今天他跟他的同事在講什麼 離開房間 出去離開房間 對啊 所以妳記得媽媽最常跟爸爸講的話是真的 媽媽最常跟爸爸講 幫媽媽沖 哈哈哈哈 幫媽媽 幫小孩洗澡 不要 再亂說話了 那妳呢 快點睡覺 快點洗澡 快點洗澡 媽媽是罵爸爸 是嗎 我很喜歡我爸爸 母親姐我想跟媽媽說 晚安妳 我想要幫妳多多做家事 媽媽她喜歡 漂亮的胡椰姐 所以媽媽喜歡胡椰姐嗎 畫卡片 畫什麼 不愛 有想到的 畫愛心 畫一個很漂亮的媽媽送給媽媽 媽媽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嗎 對 對 卡片 你卡片裡面有想要寫什麼 媽媽我愛妳 我會用月曆子做立體小房子 媽媽一個卡片 我要送媽媽一個任望 讓媽媽好好睡 所以覺得媽媽都沒有睡好對不對 我也都沒有睡好我都會一直亂動 我一直一直亂動 那妳一亂動媽媽就睡不好嗎 可是 爸爸就 爸爸就 一直也跟著亂動 母親姐妳想要對媽媽做什麼事情 幫媽媽做很漂亮的卡片 媽媽我愛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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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 I love you 媽媽我愛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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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 I love you 我印象中 我媽媽每天都在工作 嗯 事情真的很多 很臭 我們家裡都擦得非常乾淨 我想我們要祝福全天下的母親 母親節快樂 那我覺得我父母他們 是去美國念書然後認識然後結婚 所以對他們來講他們算是 第一代的這個immigrant移民者 在美國帶小孩其實是很辛苦的 因為我們的教育方式 都是他們不熟悉的 因為畢竟他們兩個是在台灣出生成長的 所以在我們成長的過程 尤其因為我是老大 我跟我媽媽在叛逆期的時候有很多摩擦 因為我總是覺得我在 我在捍衛美國教育的自由 然後我常常想要自由發揮 然後我媽媽因為她還處在一個非常緊張 然後她就是用她自己的 原來的背景 成長背景想要去教育我們 但是其實跟美國教育是有衝突的 所以那時候我們之前常常有很多衝突 然後我覺得我媽媽每天都在說三道四 然後罵我 但是我現在自己是媽媽了以後 我發現其實這是母親的一片苦心 因為其實尤其對長女或是長子 媽媽都會特別緊張 然後要求特別高 然後也希望她可以做好保養 帶弟弟妹妹這樣子 所以其實我覺得我媽媽很辛苦 所以每一次到母親節我都會想到我媽媽 因為我現在自己是媽媽了 我比較能夠體會媽媽的辛苦 因為每一個孩子的狀況都不太一樣 所以謝謝媽媽 你的辛苦然後你的付出 把我們教導的還可以 然後到現在還沒有出什麼大錯 OK這是很偉大的犧牲 然後我們知道你為家庭為我們犧牲了很多 那在母親節要祝你身體健康 然後希望你可以非常的幸福快樂 然後無慮無憂的過你的這個後半生 我有很多話我不是一三言兩語可以說的 可是我很努力做好我母親這 我當媽媽這一塊 我像全天下的子女也都能夠像我的孩子一樣 這麼很用心的對待我也能夠體諒我 所以祝全天下的母親母親節快樂 你剛剛講那麼悲情 我要露影 你好煩喔你 你淚笑開關在哪裡 我看一下母親這塊戲 是我的實現 不要跟你一起放了 有沒有媽媽可以換的 你淚笑開關在哪裡 父母都是無私的 他會因為你需要什麼而給什麼 而不是說 一昧的人膩愛你 可是你真的偏心耶 你偏心弟弟耶 可是我兒子很優秀啊 你不能這樣講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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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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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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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妳說媽媽都是偏心的 我不是 這不是抱怨 但是妳真的可以感覺得到 就是媽媽說她是夾心餅乾很可憐 但弟弟永遠都是家裡面最受寵 弟弟說什麼都是對的 因為我兒子永遠是對的 因為他真的做什麼事都對的 只有這樣往事就要忽逆我 其實我覺得長越大跟媽媽感情越好 有的時候你會覺得身邊有一個人 唠叨真的是好事 然後時不時半夜也會把我叫醒 然後問我在幹嘛 我說凌晨兩點不是在睡覺 我還能在幹嘛 對但我覺得這都是一種很甜蜜的負擔 然後呢媽媽自己也有事情可以做 她每天也很開心 我們也不用擔心她 我們只要時不時的就是打電話給她 然後讓她覺得她人氣還是很旺 大家還是都要纏著她 其實我覺得她就很開心 因為射手座的媽媽就是讓她做自己 幫了媽媽有媽媽快樂的這一面 那像以前我會時常埋怨說 欸我的小孩都養那麼大了 沒有一個禮我真是不孝子 然後一直埋怨 可是我現在覺得還好欸 我的子女都很正能量的 像我們講一講 哭一哭笑一笑 然後我們抱一抱 然後我們感情很好 你這個細菁 你上面不是還在哭嗎 我是含著眼淚在講 祝福全天下的媽媽 母親節快樂 所以我現在都會很長很長的跟她講話 就是跟她講一些道理 然後她就會覺得很煩 所以她應該覺得我很囉嗦吧 我以前覺得我媽媽很懶惰 老實說 老實說 我想說我們家亂得要死 我同學要來到 先整理什麼之類 可是我現在完全可以體會到 為什麼衣服都堆在沙發上 都沒有辦法收 因為帶小孩真的太忙了 然後你可能疊一下衣服 小孩醒了就把它扯到地上 然後等小孩睡了呢 你要做一些你非做不可的事情 比如說洗碗啊 這一類的事情 是不是非做不可玩 不能不洗嘛對不對 然後奶瓶不能不洗啊 然後衣服就永遠都堆在那裡 所以家裡就亂得要死 然後我就突然體會到說 天啊 我以前在嫌我媽媽的事情 但是我現在一模一樣 媽媽真偉大